大午公園空蕩蕩 一个人都没有 原来所有人都躲在树荫下 不敢离开一步 因为天气真的是热爆了 25号下午 封面前西南气流造成焚风影响 台东大午观测站 测出摄氏40.2度的惊人高温 和2014年的记录一样高 一起并列了台湾最高温记录 都市的热倒效应造成的 华南有暖空气 平流到台湾的上空 不仅是台东 全台湾都热到炸 台北市24号测量站 爆出39.7度高温 也创下涉战124年来的 历史最高温记录 马路上都热到出现海市蜃楼 这种也纷纷拿起手边的雨伞 撑起来像要遮蔽强烈的阳光 也因为今年高温不断 热伤害就诊人数创出新高 国民健康署指出 7月截至24号为止 因为热伤害就医的人数 高达659位 是去年同期的1.8倍 光是近两周 就诊人数就暴增469人次 增幅更是创下五年新高 全台烤翻15温度创新高 热伤害人数也和气温一起 不断飙高 专家提醒炎热天气 民众出门还要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才能避免热伤害的发生 记者潘正贤曹娇人台东报道